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时间6月10号一点 公开的《庞谈孙》的新曲《耶图克》 在公开不到两个小时 就登上了《美龙BOX基尼排行》的一位 而在《美龙套篇排行》改版后 这次是首次一进入排行 就登上一位的大吉乐 而不只是主打歌《耶图克》 其他收录曲也都进入了排行上位 虽然对于期待能看到 防弹激烈舞蹈歌曲的网友们 可能会有一点小失望 但是对于粉丝们来说 七位成员们出现在沙漠的那一瞬间 许多过往MV中的场景道具 接二连三出现的那一瞬间 这个回忆是啊 已经是最完美的礼物了 MV里有很多非常非常珍贵的意义 真的很催泪 是粉丝的话不能不喜欢 看着MV快要流泪了 不是真粉的话可能不知道 从沙漠开始都重演了非常有意义的瞬间 这不是结尾 是要打开新的章节前 回顾过去的新曲 好喜欢最后一段 看着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都朝着同一个地方前进 还有最后的海浪声 沙漠终于变成大海了 然后P-HIT公开的防弹成员们 重新拍摄的回忆团体照 也让粉丝们非常感动了 首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成员们服装的意义 今穿的是 I Need You Music Banker首次一位的服装 Suga是Petum No More Chay Hope是Tynamite RM是首次单独演唱会 起名是204年Cornondisk新人奖 V是2020首次格莱美舞台 从口是No More Dream 对 都是这9年来非常重要的时期 穿的服装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Tankin'e 缺过的瞬间 我们继续加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Sista的解散很遗憾的理由 Sista除了经典歌曲非常多之外 在综艺也是独一无二的角色 接着来公开一下 Sista的未来梦想 阿南兄你们制作人 为什么想要做阿南兄你们制作人呢 为了要把你们全部开掉 Hyoin的未来梦想呢 饲养员 嗯 感觉有点瑟瑟的 在干嘛 到那所桶旁边举手发战 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样的话 那就不要说 我们当中有没有想要饲养的人 其实想象都很讨厌 姐 用这个来揍 正在学Soui的Sista 安裂了四年吗 跟那位哥哥后来怎么样了呢 没怎么样 我出道后也是一直很妈 不过在我出道后 那位友爸来过联络 他来电话后说 我有在看你活动 所以我就回复他了 嗯 一直看吧 我很喜欢海水鱼 我要多多学习后 还要养海水鱼 不要再养了 你那么忙又要养的话 我喜欢 因为过敏无法再养宠物了 所以希望能有个陪我 想不想饲养我们两个人呢 可以做中心化手术吗 一句一句都太经典了 好想见Sista 啊 成员们真的都好爽快 好好笑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2020年台湾留学生 在韩国遭9架金星男子闯红灯被撞的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韩国法院在1审2审判了金星男子有期徒刑8年 但是他认为判刑过重提出了上诉 不过在6月9号进行的韩国大法院终审宣判 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 维持了原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 希望这个判决能让郑爸爸郑妈妈 得到一点点的安慰